53. 星島日報 影業大帝 2015年7月13日足球S04副業騎士大帝勒幫佔市場上插水 被指演技以達影帝層次 到了今個月,他終於正式進軍大銀幕 一懸疑時夢想成為荷里活明星 在自己的副業表上又填多一個項目 球場上望於增俗錦標 大帝球場我一樣出名白竹那麼多爪 在本月首次闖入演藝界的電影Trainwreck也要上映了 近日忙於電影宣傳的占士受訪時表示 登陸大銀幕是小時的夢想 即使在這套愛情小品的演技備受好評 但他也強調 我不是什麽電影明星 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是什麽 處難作Trainwreck 不過,占士對繼續自己的演藝生涯並不抗拒 願我的感覺良好,又有適合自己的工作 不會介意再次參演電影 不得不提,除了累積財富 他多年來也致力籌備拍攝電影 踏足演藝界 早在2008年,一部由Christopher Bellman所撿到的電影 記錄了大帝在高中時期如何帶領成馬里中學奪得三次州冠軍 在2009年時,有消息指占士會參演一套叫Fantasy Basketball Camp電影 至13年時又指他將接拍名為Bois一部 南球喜劇電影 不過,最後全部指紋樓梯響而移 波牛也有明星夢 明星夢不是小女的專利 多年來不少NBA球星也嘗試涉力演藝界 一常當荷里活明星之味 不過,球迷最能記得的可能僅是 南球之神米高佐敦96年主演的太空也入津 且看立邦暫時今次能否演出名堂 佐敦太空也入津最經典米高佐敦的太空也入津 屬一套混合動畫和真人演出的電影 但上映後負平戰多數 結果成為了他最荷里活生涯的絕槍 除了波神愛 其他球星充其量只能再擔當電影配角 如巨毛鮑奧尼爾在1994至13年期間參演九部電影 而全其三分球射手艾倫爭在1998年擔演電影戲 《國際一角》 占視的星圖能否比前輩優勝 各位球迷拭目以待 生意頭腦股神都賺騎士球星勒幫占視球技不一定得到所有球迷認同 但其生意頭腦在聯盟中必是首屈一指 甚至因此爭得股神巴菲特稱讚 然而他過分利益先行的做法 爭野來外界反感 暫時以高中學生身份在03年加入NBA後 即廣告和代言人賺得盤滿 還積極在商界發展 包括早早解僱經理人自設公司當老闆 由投資食品、房地產和餐飲業等 古神巴菲特稱讚到 他的成熟讓我驚訝 特別是他的商業頭腦 不過,暫時為利益有時處事不理情意 如回歸騎士一樣計到盡 他先後兩次都僅簽一年生、一年死的合約 一切指示與NBA新的電視傳播合約後 球員薪酬能得到大幅提升有關 不禁令人質疑他為克里夫蘭奪標的決心